好,我先把资料先还原 就是没有新北市 然后接下来 对,我游标 Total是放在B2这一格 开发人员 假设我都是以相对位置来录制 因为这比较容易去理解 好,点选录制聚集 这个聚集呢 我就直接取名了 假设我叫做资料拆分 1013,10月13号确定 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就来观看 怎么做 所以直接滑鼠右键 然后筛选 以选取储存格的值筛选 然后接下来呢 直接用快速键 Ctrl加A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整个范围选取起来 可是现在选的范围只有第1列 第2列第24,46,68,90,112列 然后接下来常用底下的复制 复制完毕之后呢 新增一张工作表 进行贴上 贴上完毕之后呢 我们必须要修改工作表的名称 所以快速点两下 然后把它改成叫新北市 然后接下来 点回去Total 去做 取消筛选 就是再重新点一次筛选 这样就做完了 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去开发人员停止录制 好,所以操作动作以及录制剧集 全部做完 好,那就请你们 先动手来去做到这件事咯